好,那我们刚刚看的这个 四位元加法器 你只要把四个一位元的全加器串起来 就可以变成四位元加法器 那这个程式要怎么写呢 其实不难哦 主要的是你原本设计出了全加器 当你设计出全加器之后呢 你就宣告四个全加器 然后做正确的连线 什么叫正确的连线呢 你稍微看一下 正确的连线 我看可能要再缩小一点 正确的连线像这样 你看这个A0,B0 然后输入C0,就是进位 输出进位是C1 然后输出的总和是S0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宣告啦 A0,B0,全加器A0,B0 输入的是C1 因为最前面的这个C0 就是你整个模组的进入的那个进位 但是这个通常没有用到 通常没有用到 那到了这里呢 就是输出的S0 S0呢 因为我们把它宣告成一个阵列 上,所以就变上0 OK 所以它是S0是在这里 output sign 3到0上 OK 所以它是一个阵列 跟这个input sign 3到0B 和input sign 3到0A 是类似的东西 只不过它是output而已 都有四个位元 你可以看到 OK 最后一个是进位的输出 进位的输出 所以是C1 C1 好 那这个是有关联的 因为它跟下面你看 这个进位的输出 变成下一个的进位输入 看得出来吗? 变成下一个的进位输入 那下一个的输入就有A1、B1 A1、B1 A1、B1 然后下一个的进位输入 然后下一个的总和 下一个的进位输出 那进位输出呢 又再度输出到 下一组的全加器的里面 就这样子 你把这些宣告、宣告好 就做完 也就是说 你把四个全加器 只要能够正确的连线就做完 正确的连线连完之后呢 我们就还是要测试嘛 所以呢 我们就把原本的4A的全加器 对那一个模组 再抓进来 好 那我们直接用剪贴啦 除非你用引荷之类的那种东西 把引用进来 对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我们刚刚的那个四位元 四位元加法器的模组 写好 然后呢 就可以测试了 测试的时候怎么测呢 我就随便宣告两个 一个A 一个B OK 然后呢 我就让B呢 比如说稍微可以改变一下 然后呢 看看说 它是不是B改变的时候 它最后加法的输出都会是正确的 好 那所以我就把它输出 我就monitor什么 monitor A等于多少 B等于多少 上等于多少 而且 我都用实境位的方式 所以用%d 用%d 来输出 那这个输出的结果 你就可以看到 OK 我们的执行结果像这样 如果A45 B是1 那上会是6 A45 B是2 上会是7 问题来了 A45 B是3呢 因为只有4位元 范围只有从-8到-7 所以呢 5加38 超过范围 所以它变-8 这个东西就意味 意味 OK 所以 这其实是正确的结果 但是 应该是说 正确的运算逻辑 但是是错误的结果 应该是这样讲 正确的运算逻辑 但是因为异味了 所以会有错误的结果 但是在电脑里面 如果你真的去这样加 它也会错的 你可以写一个C元 然后呢 你拿多少 3G加3G 三个GIG的那个 大 的数字 再加三个GIG 那因为32位元嘛 32位元的话 应该是-2G到正2G 那不能用3G加3G 你可能要用 1.5G加1.5G OK 它就超过 超过 超过2G了 对 超过2G 它就会异味了 你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用C语言做一个 用 1.5G加1.5G 试试 你说用 用大树 什么样的大树 用正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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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做出它的加法逻辑 你要自己去设计 大整数 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自己设计的大整数 那你要做多长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一般写的C 它是不支援大整数的 不支援大整数 你必须要自己写韩式库 也就是说一般写的C 它预设的加法 并没有支援大整数 你有看过支援大整数的吗 预设加法 没有 但是有一些语言 它预设的加法有支援大整数 大整数 不管几位 就超过32位 超过64位 1000位它还可以算 什么语言 像Ruby就有 它会自动帮你超过的时候 自动转换成大整数去算 但是这种做法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该错的时候不错 该错的时候不错 它用大整数帮你算 那最后你只是让它发现说当机而已 除非你真的就是要大整数 那是不是应该把它分开宣告 反而比较不容易出错 比如说我宣告INT的时候我是整数 但是我宣告BigINT 那我就用的是大整数 OK这样可以 这样比较不容易会错 好 那所以这个见仁见智 对每一个语言的做法都有它的方式 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 OK超过异位的时候会这样 那如果你是做减法 比如说5-7它是-2是正确的 5-6是-1也是正确的 只要它没有异位的话它就正确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我们稍微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好那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那我就把这一个程式整个 ADD4V整个剪贴下来 那我们放在V槽Vlog里面 新增一个档案 好 新增一个档案 好 OK 这时候我们叫做AD4 就是四位元的加把器 好 那我把这个AD4V呢 用Nobel++开起来 好 那我把它存档 存档 那我习惯会在最后一行 会加上换行 因为如果是C元的话 你没有换行它会警告 那警告其实也不会算错 好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选 附属应用程式里面 检查一下 有没有hyperylog 有 好 那我们就可以 切到这个资料夹 应该是在异常 好 好 那我用hyperylog 去编 add4.v 所以 请注意 语法 他这个 做的没有GCC 那么弹性 其实之前很弹性的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改掉 然后呢 变成你要all add4 add4.v 这代表说 我把这个当输入 然后输出是到add4 这一个档案 而且没有副档名 没有副档名的add4 那所以呢 你做完之后 我们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看到的 原始程式 那这个呢 这个如果你一样 把它拿来编一下 开启一下 然后一样用nopey 夹夹夹来看 你会发现 其实它是个文字 它里面记载了一堆类似组合语言的指令 然后它就用这种方式来模拟 解译这个档案来模拟 然后 然后输出东西给你看 所以它 其实就像编译的动作一样 只是它编译完之后 不是一个ese档 而是一个文字档 这个文字档 其实有点像组合语言 就这样 可以说是vlog 转成组合语言之后的结果 好 那这样子的结果呢 我们就可以用vvp 来执行 好 那因为我们执行的时候 不是执行这个点v 我们是执行 编译完后的那个结果 所以直接打vvp ADDR4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看到 OK 它执行出来的结果 5加16 5加27 5加3 可以扶8 然后呢 5减7 扶2 没错 5减6 5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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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一路看下来 你大概可以看出 它基本上是正确的 因为EUA本来就没办法处理 那就不处理了 其实你可以偵测 因为最后一个净位 如果有净位 如果有净位的话 就是EUA 那是可以偵测 所以最后 你还是可以用 一条线输出之后 让人家有办法 偵测那个EUA的情况 OK 那就可以了 所以请各位呢 就去试试看 这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 ADDR4这个城市 我们已经有贴在社团里面 所以 这里 社团里面的这个加把器 四位元 对 四位元加把器 对 请你点这一个 就会看到 这是我们的社团 直升机结构 好 这一个 点进去 做一下 试做看看